HELLO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圈,我是小偉 那在上一部影片,我們打了克里夫 那我也詢問過了,總之這幾片 好,大家好,我們家想要看我打亞落對不對 那我們這一集就先來挑戰亞落吧 亞落聽說是最難的,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打看亞落 那有人問說可不可以用一些平民的隊伍來打 好,那我們今天就找一些CP不會到很高的 就是沒什麼練的,然後平民的 我們來試試看能不能通關吧 OK,那我覺得呢,第一隻應該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第二隻的話大概就是你搭配出招的時機的話 應該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我第一隻我就選比較好獲得的吧 好不好 我這裡有一隻大草baby 草baby 這隻是鹽崩的 那二三隻的話我等一下還是要看一下它是什麼怪 我們再來決定一下 所以先來帶個萬用一點的吧 亞落最後一隻有飛行火跟鋼對不對 那它前面的話還有一些 我覺得我可以帶怪力好了 我先帶個怪力 怪力應該蠻平民的吧 OK吧,怪力應該還OK吧 好,我們不要用炎帝 我們不要用神獸 我們用風速狗 可是我不知道風速狗是不是火招 算了,先試試看 反正我還不確定裡面有什麼 我們先隨便帶個隊伍 反正只要第一隻 你只要出招快 能夠先耗掉它兩個 基本上都好打 炎崩 吃我大草baby 可以喔 大草baby 很硬喔 這隻還沒什麼練 丟1800CP而已 好 來吧 好,防禦了 第一下 OK 對手將死出特殊招式 我們就把他防禦吧 好,我們也要記住 繳了幾次的防護 然後 繳了幾次的盾 跟對方用了幾次的盾 這都要記得 好,再一次炎崩 對方的就沒有了 所以炎崩真的是好招 各位 想打雅洛 炎崩超好用 好,這樣他兩次盾就消掉了 對不對 好,我們接下來只要打到 飛行堂堂快殘血的時候 換另外一隻 可是我不確定他下一隻會什麼 是我覺得還是怪力先好了 怪力等一下又先上 我馬上就換怪力 然後趕快空打 剛出來 我們的神奇寶貝剛出來的時候 好,怪力有點痛 有點痛 唉呀,這裡沒有算 好 我們剛剛用大草baby 直接把他打死就好了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不要用怪力好了 我們就用那個吧 那個 料露莎 應該可以吧 好,我們這時候 馬上換吧 料露莎出來 他打我們就不痛了 有沒有,超痛 如果你沒有料露莎 你用 用固拉多也是可以 完了,這邊被他開到一招 不知道會不會死 加龍光炮 糟糕 好,馬上開始 這是一場 這是一場 好難打喔 我覺得 我覺得 雅若男在他的巨錢螳螂 巨錢螳螂司機 好短喔 我覺得 是不是不應該用大草飛機 我們等一下直接 他殘血的時候 讓那個誰 讓那個烈奧露莎 直接出來 極冷 直接讓烈奧露莎出來 蓄冷 然後 吃爆磁罐的時候 直接打 我覺得這台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我覺得 這樣比較好 我覺得 點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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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換烈奧露莎出來 好 OK 把他秒掉了 那 應該就穩了吧 我們至少還是盾可以用 對不對 我覺得我直接燒好了 直接燒他 好 有盾 有盾 所以我們第二 第二隻隻爆石怪 絕對不能浪費任何一個盾 然後我們要把盾留在巨田堂堂這裡 我們就可以燒死你 耶 好 OK 雅若 還可以啦 大概就是要提防他的巨田堂堂 我覺得他巨田堂堂是最麻煩的 然後自爆石怪的話 如果你沒有地面蟹的話 真的也是有點難打 但是這場完全沒有用到神獸 對 推薦給各位 應該不會難取的吧 阿 又沒有 又沒有合中石頭 好啦 我是蠻 蠻缺碎片的 那 剛好六點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去打我們的團體館參與 隻堂囊沒有色違 抓起來 好 堂囊 愛影的堂囊蠻帥的 飛天堂囊 我覺得我可以把他進化一下 變成巨田堂囊愛影 哈哈 好 給各位 試試看吧 大概就是提防他的巨田堂 記得要留一個 留一個防禦給他的巨田堂 應該就很穩了 那第二隻的話呢 我是用 烈鹿山 那如果你之前有打團戰的話 應該會有固拉多才對 固拉多就會好打很多 好我們來領一下今天的突破性進展是什麼 神奧之石 還不錯喔 閃電鳥 教主 耶 一千五耶 我們的教主 信閃電得永生 大家快來加入我們的黃隊吧 快點 快點一起來加入黃隊 我們黃隊缺你 黃隊強無敵 看一下高不高 喔 還不錯喔 還行 防禦十二 好OK 那 等一下我就去團戰了 對 那我們今天打雅洛的影片唱到這邊喔 推薦給各位 一個 不用神獸也能打的方法 大概就是第一隻 嚴崩是蠻重要的 防禦要高 對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點喜歡 按LIKE 幫我看更多Pokémon GO影片回來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 那我下午的影片 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 謝謝 不認識 好